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学生涯时经常这么做 他们来到我这里谈到 我们将要大学毕业了 但还是不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 而我总是会问这个问题 如果金钱不重要 你会想做什么 你要怎样才真正的享受人生 一乎寻常的是 在我们教育体制的影响下 大多的学生都说 我们想当画家 想要当诗人 想要成为作家 虽然大家都知道 不能靠这些赚钱 或者另一个人又说 我想要骑马 并过着户外生活 我就问 你想开马术学校当教练吗 让我们往前想想 你想要做什么 当我们终于彻底清楚 一个人说他确实想做什么 我会告诉他 你就去做 别管钱 因为 如果你觉得赚钱最重要 你将会完全浪费人生 你将会为了生活 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你重复做你不想做的事 这实在是愚蠢 人生最好是短暂 而充实 而不是长久却过得很痛苦 毕竟 如果你真的喜欢你一直在做的事 不管那是什么 你最后都能够成为一位专家 精通一件事的唯一方法 就是对他的热衷专注 你也能因此 得到不错的报酬 不论他是什么 所以 不用太担心 每个人都一样 任何你可能感兴趣的事物 你总会发现 也有其他人感兴趣 但 绝对是愚蠢 去花时间做你不喜欢做的事 为了能去做你不喜欢的事 然后再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步上我们的后城 看看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培养并且教育下一代 按照我们的方式生活 为了能够让他们可以自我合理化 找到人生的满足感 他们以同样方式养育下一代 让他们的下一代 也教他们的小孩 做同样的事 这都是原地打转 永远不会达到目标 所以 因此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到底想做什么 吗 什么 애들 等一个 监督 彼啊 什么 谓 per